有關神經組織的層次,大概細節 神經傳導物質的話,就稍微多留意一下 這邊有很多題材可以考 比如說286頁那個巴基斯斯症跟阿德彩摩症 基本上就是跟神經傳導物質的分泌異常有關係 那這個是很熱門的題材 就是稍微有點概念 他當然不會幫你要背這些細節 但你有一點概念的話 基本上應該在一些相關問題上面會比較順一點 不會一下子怎麼卡在那裡 OK 所以下一個層級 從神經組織跳到神經系統的組成當中 第一個我們先看一個比較大的架構 287頁上面這邊有一個神經系統分布的活面 我們把神經系統分成兩個層級 那個負責整合的部分是中屬神經 然後接下來由中屬神經延伸出去的 我們就成為叫做周圍 周圍神經 然後其中中屬神經就只有兩個組成 就是腦 然後再加上從腦幹往下延伸的積水 所以這是中屬的部分 然後所以中屬神經 然後跟積水其實它當初 在那個胚態發育的時候 它是在同一條上面叫神經鎖 然後那個神經鎖的其中一頭 是發展上越來體積越來越大 那那個就是腦 所以腦是整個神經鎖的一頭 那另外一頭呢 基本上呢就一直會是比較細長的這個狀態 那那個就是積水 那中屬神經它主要負責的事情是在做整合 那但是對於它控制的對象呢 你要讓那個神經元能夠延伸到達那個部位 所以接下來呢 再分別由腦延伸出自己的配合的這個電線 稱之為叫做腦神經 那如果是從脊髓延伸出去的 就成為叫做急神經 所以你看那個圖 有一些線條呢 直接連接到腦子這個附近 那有些是連到脊髓上面 所以 所謂的周圍神經 其實幾乎都是等於是電線的意思而已 但是就是看它 是從哪個地方電線上的出來 如果從連接到腦子去腦神經 連接到脊髓延伸 所以周圍神經呢 基本上都是屬於電線 所以現在就有一個名詞上面的問題 所以所謂的神經 然後跟我們再談那個 神經元上面的構造叫做神經纖維 這兩個名詞其實指的是不同的事情 但是有相關性 就是所謂的神經呢 其實是因為你看那個架構圖就會看得出來 就是 那是一條比較大的電線 這條大的電線到的特定的部位之後呢 我們可能還要再分散到這個連接的這個區域 OK 所以所謂的神經其實是這個 走向 分配的路線 大致上相同的神經纖維數 所以每一條神經裡面 它會包含了數量很多的神經纖維 那這些神經纖維很有可能是 來自於不同的神經元 可是因為這些神經元它們要控制的對象 就是要銜接的受氣或者是動氣 然後因為在這個目標上面距離非常相近 所以在路過的地方呢 我就先把它給困成一文 OK 所以這樣就構成了所謂的神經 所以神經的等級 比神經纖維還要來得高 因為每一條神經裡面 會包含了非常多的這個神經纖維 這樣看嗎 所以你再去從這個架構 再去看一件事情 那個水橋這個構造 當小電線需要被整合 困成一困的時候變成是神經 所以水橋這個構造 所帶來的絕緣效果就很重要了 所以我們雖然比如說 有一股神經纖維 雖然它們大致上到的位置差不多 可是到那個地方之後呢 可能還要再分到那個小區域上面去 對不對 所以那個路過的地方 如果你不去做絕緣的話 對不對 那我們就比如說一顆你的手 對不對 到達手的地方 手的胖圍就這麼小而已 對不對 那可是如果這個路過的地方 這些神經纖維 彼此之間沒有辦法做好絕緣的話 那你就沒有辦法精細的控制 你的手上面不同部位的肌肉活動 好 所以整個神經系統的架構 基本上就在這個地方 好 那從這個剪圖裡面的話呢 第一個可以討論的這個組成 就是像中速神經當中的腦跟脊髓 其實腦的分區呢 相對上來說又比較複雜 所以我們看那個高爾的那個組成 應該還有影響 所以287A下面這個地方呢 腦袋外觀上比較大的這個分區 我們先從那個區域性來看 好 整個腦的部分的話呢 再有體積最大的這個部分 你從外觀上馬上可以看得到的三個部分是 這邊體積最大的是腦袋 好 然後腦袋後方下側這個地方 這個是腦袋 然後接下來拍到裡面 正中間這地方 這個 這個就是所謂的腦袋 然後再補開補面當中才會看得到的 真的不是從外觀可以看得清楚的 就是在這個地方 這個比較清楚 藍色這區域 藍色這區域所在的這個地方 這裡稱之為尖腦 所以大分區裡面 大腦 小腦 腦幹 然後腦幹的頂端這個地方 跟大腦這之間的尖腦 就起碼這四個區塊 那可是如果要再分了剛齊的話呢 腦幹的地方還可以再分三個部分 最上面的錦鱗的尖腦這個地方是中腦 然後往下一段腦幹最寬的地方 好 敲腦 然後最下面 欸 外觀跟直徑跟脊髓 比較像的就是尖腦 白色這個比較清楚一點 所以現在看這個地方 藍色這個區塊有沒有 藍色這個區塊所在的地方 就是尖腦 好 細節等下在哪 然後腦幹差不多長度到這裡 然後中腦的部分的話 其實它佔的比例很低 就只有這個地方有沒有 這樣上來之後 這邊有一個看似尖尖的這個部分 這是中腦 就一點點而已 好 這是一個比較原始的部分 好 然後接下來往下 整個腦幹當中最寬的地方 就是這塊 所以這地方就是僑腦 有沒有 不見了 這塊是哪裏的 零件啊 看一下喔 沒有配具 直接扣不住 好 咦? 這裡有不見了? 好 有扣掉了 所以這個地方 最寬的這個地方就是牆 所以我看當中站的比例最小的是那個 這個中腦這一塊 然後緊接下來這一塊 比較大的又比較寬的 這個是小腦 然後再往下呢 那這邊有一個你昨天看過說應該會留意 這地方呢它可以畫一個區域 從這個臨界點以下這個地方就是眼腦 所以眼腦齁 基本上它就有一點像是比較寬一點點的雞腿 因為它下來就是雞腿 所以這個地方其實它的外觀啊接得很順 所以到時候我們看那個聖盪的時候 順便讓你們看那個豬腦 你們就可以把那個豬腦剝開 就可以看到那個 然後蓋得不會很清楚 就是那一刀就是這個方向這樣切 還蠻容易看得到的 豬腦很好 豬腦很好吃 你們先用豬腦好想吃 豬腦可以吃啊 雖然自然不見得補腦 所以大致上比較大的區塊是這樣子 然後所以外觀上有幾個特徵要留意說 留意的是說基本上比如說我們一般可能會因為 如果你不去看剖面的話 如果只看整個外觀 事實上當然大腦都很明顯 這個表面呢 有腦脊 凸出來的 就是那個山峰的地方 是腦脊 然後腦脊跟腦脊之間呢 就會有腦溝對不對 那有一種這個疑似 疑似看似正確的說法 就是說你大腦表面啊 這些腦脊、腦溝的混入啊 越複雜 那可能會比較聰明一點 純粹只是可能還不一定 就是這個有一個 有一個我們常常在生物上面 會提到的一個概念就是說 當你這種紋路越複雜的時候 代表那個表面積越大對不對 那理論上表面積如果越大 神經元的數目就越多嘛對不對 所以神經元的數目越多 或許就會比較有智慧一點 記憶力超強一點對不對 等等 那可是如果按照那個洪安老師的說法是 真正的是內涵 所以可能就是裡面的神經之間 神經元之間的合作關係 可能會更重要一些 所以他好像提到這個 不要落入這個迷思 那可是整個腦的表面當中 像大腦、小腦跟腦溝、腦幹 這三個區塊 大致上都是可以看得出它是可以分離的 可是當中呢 因為腦幹就這麼一個人 所以大腦、小腦呢 就更明顯就是 你看它正中間這地方呢 有一個非常大的縫隙對不對 小腦也有 所以這個縫隙呢 到時候你拿出腦的時候 就很明顯 你就把它 腦的表面呢 有一層那個薄膜結底組織 然後你就小心把它劃開 你就會發現 欸這個大腦其實 你是還可以去把裡面撥一下 所以它這個表面其實是有項內延伸 然後 但因為腦的表面呢 有那個腦 把整個腦給包起來 這其實我們身體內很多瘦道都有 包括你的內臟當中 表面也常常結底組織包起來 那對腦來說 它是腦膜 馬來反而包覆 那所以如果你把腦膜呢 小心的劃開之後 就會發現 欸這個大腦基本上是有折進去 所以它到中間這個地方 真正相連 用這個顏色的區分來看 這個顏色一直分布到哪裡 到這個地方 這塊是要標示它的功能 所以不算 所以到這個附近 這個地方叫平肢體 平肢體這個地方 是左右大腦相連處 所以從這個弧形以上 這裡以上 這邊通通都是壞表面 可是你只要不切 小心撥開 你就可以看到這個地方 它是一直深陷進去到這裡 那小腦也有 那小腦左右相連的地方 這邊切開是比較明顯的 這樣OK 好 所以如果從外觀看的話 大小腦都有一個特徵 就是它們都是半球 就是有對等對層性的兩半的 這是半球的形態 然後 所以大腦之間相連的區域 平肢體 這個地方稍微留意一下 這個是左右大腦之間 如果有一些訊息要交流的時候 主要是透過這邊 所以這邊呢 基本上都是密密麻麻的 神經纖維 這樣OK 好 然後所以大小腦有半球的現象 尖腦 尖腦到腦幹就沒有 因為這個地方 尖腦就是一個空心的構造 它裡面基本上是液體 所以它只有周圍那個就是 包起來那個部分 是有神經源 中間是空的 中間那個液體呢 叫腦脊液 所以它所在的地方 其實是腦 一個很重要的腦脊液的部位 好 然後再往下 腦幹的地方就一根嘛 分三段 OK 所以這個地方也不用去分 所謂的半球的問題 好 所以尖腦跟腦幹都沒有那個半球的問題 只有大腦跟小腦才有 然後再來接下來 如果我們要去看腦的外部的話呢 後來它們依據大約的功能區域呢 可以再分成四區 好 所以這個地方就要從這個顏色來看 從這個顏色來看的話呢 再從你看這個地方差不多就是你的眉毛這個附近 好 然後一直向上到這個位置 你用這個方向來對應的話 從這裡然後上來到這個地方 從這裡上來差不多到這個地方 所以這個地方結束這塊 好 我們就成為 顏葉 好 這個大腦表面當中 有特定功能的其中一個區域 所以叫做顏葉 因為它的位置是偏向在額頭這個地方 就是從眉脊 然後一直到這個中間 你摸那個骨頭 摸這個幅度上來的時候 突然間有點陷下去 那個附近 你的頭骨這個地方應該有 就是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跟線條很順 突然到這裡會覺得那個骨頭 好像有一點稍微陷下去的感覺 好 那個地方就是大概這裡 好 然後接下來從這個地方 一直到那個頭髮那個眉毛那個附近 好 在這邊就稱為叫做顏葉 好 好 所以顏葉 然後頂葉 然後所以從那個漩渦 一直到這個地方 就是你那個頭骨即將結束 再上來一點點 好 因為我們後腦槽這個地方 還要保護那個小腦 所以下面的小腦佔據了 好 所以從那個漩渦到那個頭骨結束 再往回一點點 這個地方 這塊 好 後面這個就叫做整葉 好 所以大腦的表面的功能分區裡面 從淺到後 然後 再加上 套進耳朵這個附近 橫條這個側 側面的這個帶狀的區域 這個呢 就叫做捏葉 這樣 好 然後 然後 再加上 接下來要拿一個參考圖 因為287那張圖 只能凸顯出比較大的區域 所以 比 比對一下 289頁 在 顏葉 我要留空間太小了 在顏葉的後方這邊 好 往模型來看 顏葉的最後面這邊 這裡有一個從你的耳朵附近 然後橫的過來 橫走的 好 這個區域 它這邊整個顏葉是要標示 顏葉所在的區域 好 而左邊這個地方是讓你知道說 在顏葉的這一塊最後方 這個橫走的帶狀的這個區域 這邊呢 是主要的運動區 有沒有看到這個運動皮質這個字 好 好 所以這邊呢 我們一般都直接簡稱叫做運動區 運動區是顏葉最後方 好 空間就太小了 講究一下 然後 緊接著 緊接著 這一條 腦溝 這一條腦溝 隔著這個腦溝的後面 在 頂葉的最前面這個 橫的帶狀的這個區域 好 所以這個前運動後感覺管理什麼事情呢 你身體的手腳的區幹的活動的指令 都是從這邊發出去的 所以叫主要運動區 所以它主要是管土隔心 大腦是隨意中出 OK齁 所以隨意嘛 所以是大腦的意識 你在這個刻意引導思考 在這個活動裡面 當要指揮你的骨隔肌的時候 那個指令 有沒有 嗯 嗯 聯絡神經元 對不對 然後運動神經元 然後前些動氣 然後如果這動氣是骨隔肌的話 那會應到大腦 負責下指令給運動神經元的 那個大腦的聯絡神經元 就從這個地方開始 好 那所以 你身體所感受到的這些觸壓冷熱痛等等的這些基本的訊息 來自於你身體的感覺 就我們講到皮膚感覺那些 基本上就是由這個地方去檢測的 所以這叫主要感覺區 這樣看看齁 所以這個前運動後感覺 運動區 由於主要運動區 額葉的後方的橫走的地帶 那 因為我們身體是對稱性的 好 那所以 這邊跟這邊管的區域不太一樣 有一個參桃的毒 有 這很驚悚的這個毒 請看290頁 這幾張毒可以順便對照一下 然後 所以前運動後感覺 這兩個區域要另外單獨拿出來看 就是小心一下 這邊 好 然後再來 那等一下再來看那個 比例下怎麼分配 所以這有一個很有趣的壞性能的毒 然後 接下來 這個地方 這裡 那 因為大腦的表面 大腦的表面 事實上你可以把大腦半球從中間 這樣小心的撥開 不是切開 只是撥開 撥開往裡面看的時候 在 平肢體 平肢體 在 上面跟側邊那個地方 這邊黃色這個區域 它有管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這後面功能上我們再講 這個地方就叫做邊緣系統 你可能聽過 很好 這是邊緣系統 好 邊緣系統的話 管一些短期記 跟一些原始情緒的反應 所以後面再來看 好 所以這幾個分區 這幾個分區 因為大腦基本上比較重視的 就是可能要背下一些 重共分區的部分 這個比較麻煩一點點 好 大概分區的部分就這樣子 所以我們先從哪裡看 好啦 因為已經看了那張圖了 我們就從那個 前運動或感覺來看 所以 首先 你看喔 在這個地方 不能再切齁 所以就這樣子 就是 這兩個半球 如果我們撥開 看 其中一半 對不對 然後這半應該就是跟 這個 那個 欸 290頁講義上的這張圖 看這個 這面 就轉過來之後 這面 所以你的 左腦的半球的前運動區 對不對 左邊 左邊是運動區 那右邊是感覺區 那 運動區當中 比如說 那個 管理臉部的肌肉的活動 主要是靠哪一個區塊 主要就是靠這個地方 這裡 然後這裡 這一個區域 就是管理臉部表情的 好 那你看 往上推上去 那個 這一段 這一段 這個區 這一段區域 手指比較胖一點 這一段區域就是管理臉 手 對不起 手的活動在這裡 臉的表情在這裡 臉的表情在這裡 好 所以臉 手 然後再請看 你那個腳那麼長 對不對 腳那麼長 也應該要分配到合理的比例 對不對 所以從哪裡開始穿 從快要到中間這地方 接下來到裡面 這邊是管理的腳 OK 然後 那個 區幹的部分 你現在找那個區幹 指正在哪裡 區幹的部分 指正在這裡 欸 比太大了 好 區幹指正在這裡 只用這麼一丁點的地方 管理 這叫區幹 管理這地方的活動 所以你看你的區幹用到的 運動 運動P值 比例有多低 所以 有人說 你看喔 如果我們按到 那個 運動區或感覺區 好 在我們身體的分配的情況的話 你看喔 你會有一個超級大的頭 好 無極大的手感 然後呢 是一個 迷你 有沒有看到螞蟻 跟著身體端很小小的這樣子 好 然後呢 有一雙 細細怪怪的 你的肌心腿這樣子 好 那那個就是如果按照 神經系統對你身體的 控制的比例來看的話 你就不會長的事情在這個樣子 好 所以 用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你看 這一個地方到這裡的長度 有一半 都用給了誰 那都分配給了誰 就這樣子而已 那這個拿出來 然後再放在旁邊 所以你的手跟臉 就用掉了這個 我們用 我們用長度 來換算 這裡有一半 就控制這裡 在這裡 那你看這裡 在這裡 在你身體的比例當中才多少 只是用掉這麼多的區域 所以因為這邊肌肉實在是太多了 所以我們手為什麼可以這麼領強 這是有代價的 花了很大的 這個 這個 犧牲 這個運動區裡面 有這麼多的神經運 在管你的肌肉活動 同樣的你再去看 右邊那邊呢 是感覺區 對不對 所以你看那個感覺區當中 你的手 是不是可以很輕易的感受到 很那個靈敏的感覺 對不對 那你臉部的皮膚這個地方 隨便輕輕摸一下 有沒有 不用搓啦 只要摸就好 就是這樣輕輕碰 也會很有很靈敏的感覺 那你去抽這個皮膚 那你去抽這個皮膚 那你去抽這個背部的皮膚 就更明顯 對不對 我都不知道有沒有做過一個實驗 就是那兩個那個打頭的 的另外一頭 然後 然後 找一個橡皮擦 有沒有 就想跟打頭的針搓上去 然後那個針頭 那個圓圓頓頓的地方 然後輕輕碰出那個背部皮膚 然後去測那個 那個 觸覺 觸覺那個神經元的分布的那個 那個間隔 那你就碰你的臉 碰你的手 然後背 然後再加上那個背部的地方 然後看哪個地方比較靈敏 如果你們有做過這個實驗的話 所以你看 感覺的部分 一樣是哪裡比較靈敏 整個感覺的部分的話 從這個地方 對不對 最下面這一段呢 是你的口腔的部分 然後緊接著呢 就是臉 然後呢 接下來就是手 所以一樣 就是光是你的臉加手 這個不得解讀臉加手 過來的這個感覺的訊息 就用掉這這麼大的一個長度了 這是感覺區跟運動區 一個比較有趣的分配 那應該不用配到那麼細節 就是哪一段 就管你的區幹跟手腳等等 那你要知道的是 確實為什麼我的手跟那個臉 相對來講 這個運動 這是你的表情 如果對不對 手會比較靈巧 然後感受到的訊息 會比較靈敏 這是有原因的 神經系統是有幫你配置好的 好 所以接下來再回到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 大腦的部分 好 289頁這個地方 所以大腦基本上 能管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好 比如說呢 大腦的額頁這個地方 好 額頁這個地方 這邊是額頁 那扣除掉那個對稱性 你剛剛那張圖應該有看到 剛剛那個臉是都是哪裡 都是左臉 有沒有 所以這邊管左邊 這邊管右邊 好 這邊管左邊 對不對 好 然後 所以扣除掉那個 左右大腦的問題的話 你的額頁 大致上來說的話 比較管記憶 邏輯 思考性的 好 都是貴這邊 好 所以學習基本上很重要的一塊 都是在這裡 所以上次那個 黃楊老師的影響裡面 不是有跟你講說 那個小朋友不要去撞頭 撞頭會損到這邊 所以會影響到他的學習 有沒有 所以那小朋友有一些 對撞頭為樂的 你要 希望要阻止他的話 牆壁貼上很多泡棉 要阻止他 有沒有 有看到這種小孩嗎 沒有 我遇過 好 我表弟以前就是屬於這種 可是很喜歡撞頭的那種 可是後來他是很厲害啊 他是看工程師 好 然後 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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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啦 怎樣 就跟你不用 理論上可以用電去刺激你的大腦 比到五月一樣 那你要試吧 好 然後接下來 那個 像語言 語言區也是很重要 這應該對我們有關係 在這一塊裡面 好 在這邊還不特別換表演的 這邊就是語言區 好 好 那 右呢那邊呢 他沒有呈現出來 然後接下來 嗅覺的部分在這裡 我們不是想說 那個大腦嗅球 大腦嗅球 嗅覺 從嗅黏膜 然後 受氣直接上來之後呢 就到達中蘇神經 就是這一塊 好 所以 你看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這地方下來之後 就是哪裡 這裡就是 骨頭 然後 在骨頭下來之後 這邊就會通到鼻腔 所以他是 嗅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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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悉本身就是神經元 那他是感覺神經元 這些感覺神經元 上來之後之後 之後就是 穿過骨頭之後 上來就直接連到他 所以這是我們身體最短的感覺 你知道 穿過骨頭就到了 好 所以這個地方就管嗅覺 然後接下來 還有一個 兩個 很容易理解的是什麼呢 這個地方 你的整頁 剛好 眼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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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球在這裡 好 所以他們剛好在眼球的正後方 所以你用聯想的方式 OK 所以眼球在前面 這一塊在後面 所以這裡 玩視覺 那視覺總共有兩件事情 大腦的感覺裡面 像我們的視覺跟聽覺 他是這樣子分配 就是視覺區跟視覺連合區 我們以視覺來當例子來看的話 OK 視覺區跟視覺連合區差別在哪裡呢 視覺區有一點像是說 那個 現在的數位相機 應該都知道有一個時候 是感光的晶片 對不對 好 所以當你的視網膜感受到 這一些光的刺激之後 然後他就往回傳 所以視神經開始往後傳 那往後傳的時候 到這個地方 視覺區就是負責 從視神經那個地方 把這個訊息重新整合 然後就好像幫你把那一張照片先組起來 所以視覺區就是在形成那個影像 然後接下來視覺連合區就很重要了 視覺連合區基本上 是幫你解除你現在眼前的這個景象 這張照片裡面到底有什麼東西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人是物 視看不出來 好 人物 然後可以判斷圖像跟文字的不同 這個要歸功於那個資料譜 解讀的這個部分 所以這是形成 這個是先形成 就是你那一張照片 有沒有 那照片形成之後 接下來才開始去解讀 可是你如果只靠這個地方會不夠 因為像文字的解讀就有點麻煩 文字的解讀的話 基本上又判斷到比較複雜的訊息 所以這種連合區有時候 它要去抓其它的地方的資料來 比如說你曾經背過一本書 那當背那個文字當的時候 你是依看實用看的 對不對 但那本書之後拿開 然後它是默念 然後念到那時候 就會把它背起來 OK 所以那個記憶的部分 曾經有存在額葉這個地方 所以這時候呢 它要向寫參考 要去抓其它的資料來對比看看 咦這件事情是否曾經存在 所以你看那個字 對不對 寫的在美寫的在寵 理論上你都認得出來 這表示你是抓那個形 有沒有 那個那個線條的走向 這樣OK嗎 所以我們不會拘泥於特定的 比如說電風扇一定要長這樣子嗎 不一定對不對 還有一些奇奇怪的那個電風扇 在你看到那個類似的概念裡面 你就可以判斷說 咦它大概是什麼樣的功能 好 所以這是視覺的行程 所以一般我們簡稱後腦槽 這地方 就是視覺區 不然視覺啦 它有兩個很重要的部分 視覺區跟視覺聯合區 那從這個觀點算去看 類似的現象就是聽覺 這一塊管聽覺 你的念葉 念葉這地方靠近耳朵 所以聽神經的訊息 基本上它有平衡覺 就傳達到這個地方來 好 所以它一樣 聽覺也是分兩個區域 主要兩個區域 就是聽覺區 跟聽覺聯合區 所以聽覺區 就是幫你把那個音譜把它錄下來 然後呢 接下來那個解讀的過程 就是要靠聯合區 然後呢 一樣 假設當時候呢 你曾經聽過一個故事 難不小心把它飛起來 類似像這樣子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再往前去看 你以前的這種 長期記憶裡面 有沒有這樣的資料庫 這樣 好 所以學習裡面 其實這兩塊還蠻重要的 因為這兩塊是 是我們能夠接受學習 因為學習首先是有學習的進入 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再內化 可是現在內化的時候 可能已經到這個地方 或者到兩個地方 就去那邊去了 好 好 所以你看那個後面的地方 還有跟你講那個 跟樂譜有關 其實那是從視覺上 所形成的那個刺激作用 好 那 當然 這個是一個參考 好 因為那個 那個 上次演講裡面 剛才提到說 那萬一真的受損怎麼辦呢 受損呢 可是你的大腦還是需要 處理這樣的訊息 所以通常大腦會重新再 趕快找一塊地方 因為我們大腦能夠 真正有開發的區域的話 事實上有些地方 還有利用的空間 所以萬一有一個地方受損的話 事實上 就是要找一個地方 來去取代 這是可不可 不會發生的 好 所以一般大腦我們通常 這樣子點點點 可以總瓜為 它就管什麼事情 它就是一個隨意中心 所以隨著大腦的意識 有意識的活動 通常是在這裡面 然後 小腦呢 基本上管平衡 所以這個部分會比較簡單 所以什麼樣的情況需要平衡呢 比如說當運動區發出一個訊息 然後到你的手或腳 那你現在能肢體開始活動 對不對 可是像我們在運動場上面的跑步 就很明顯嘛對不對 起跑的那一刻 你知道你要起跑 對不對 如果你現在是 規律性的快速奔跑 或者是慢跑 然後通常你起跑之後 你不用再去刻意想著 欸我現在左腳右腳左腳右腳 要手上手 要跟他講的 怎麼樣的協調分配 對不對 所以一旦向你進入規律性活動的時候 其實通常就表示他已經接受了 你看 小腦可以去協助大腦的運動區域 那運動區域可以去下達那個指令 就是我現在開始做過一個動作 但這種動作一旦進入規律性的時候呢 這時候大腦就不管了 好 因為他可能還有其他事情要去處理 所以這時候呢 整個主導權就交給小腦 所以這時候小腦就會讓你的手腳 非常協調的穩定性的一直維持 當初啟動的那個瞬間的動作 你看齁 所以 當你在跑步的時候 你不會再忘記 你會忘記那個手腳 應該要怎麼動的時候 其實他已經進入大腦 不回他管了 所以你可以把它解釋為就是反射 因為大腦已經不管了 所以它就是一個反射動作 所以當你進入規律性的那個活動狀態的時候 它就是反射 所以他管平衡 所以那個是這種平衡 跟一些肢體的反射的部分 就是那種手腳的這個協調性 好 然後所以這是小腦 小腿比較簡單 好 然後接下來腦幹的部分 就會比較麻煩 第一個 中腦管什麼 中腦他所在的位置 從這個點來看的話 中 巧 眼 對不對 中腦他所在的這個地方呢 一般 我們都是這樣聯想 這個地方 眼球的旁邊 對不對 眼球的後面 然後兩個耳朵對照過來 兩個耳朵對照過來 眼 視覺的後方 聽覺的兩個連線的中間 所以中腦管 視覺 還有聽覺的產生 好 所以如果你要觀察視覺或聽覺的反射視覺比較好做 好 就是把手機的手電筒 然後先點亮 然後盯著你的離居 然後拿那個手機手電筒 然後那個 那個 那個瞳孔的地方 要閃一下 然後先把他的眼皮 用那個膠帶重起來 然後 那個 用那個 手電筒在那個 瞳孔趕快閃下 然後瞬間看到那個瞳孔縮小 你開始看看 現在蠻好玩的 真情 不要只要盯著那個 只是閃一下而已 你會看到 就是 速度不要太快的話 你會看到那個瞳孔 瞬間從快快大大然後縮小 那等一下下課自己玩 然後 所以中腦 中腦是一個很原始的腦 它關起視聽覺的反射 視聽覺的反射 基本上呢 這個在動物的求生存上面 是一個很重要的能力 所以 那種 你只要看到那個草原上面的動物 很容易受到驚嚇 一般來講 它這個地方其實會很難 那 澳孔是屬於比較10度的那種 因為放在你旁邊炸開了 你才會覺得說 噢 好 好 小腦管呼吸的協調 還記得了 呼吸的協調中出 原因在於眼腦把呼氣吸氣 這兩個動作給分開處理 所以上次在講呼吸系統 就有提到 這是因為眼腦的問題 它把呼氣跟吸氣這兩個動作 分開管理 所以要有一個協調的角色 巧能就是那個協調的角色 OK喔 所以呼吸的頻率 基本上 巧能就是領 那呼吸動作的產生 呼吸吸氣動作的產生 眼腦管 這兩個動作如何協調 那由 巧能管 而且你看它站的體積還不少 所以 巧能其實是蠻好記的 呼吸協調中出 OK 然後眼腦的部分 當然就是這件事情 眼腦基本上生命中出 所以 除了呼吸之外 還有其他的功能 等一下再來談 好 確實一下 好 先問一下 好 先問一下